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一个工人大概是赵云附体 当真是浑身是胆 居然带着个手电筒 一个人就在黑洞里摸索 过了一会儿 他居然从黑洞里摸出了一件东西 而正是这件东西 一时间引起了轩然大步 原来这件东西是一个青铜像 高不足20厘米 但造型却透露出几分邪乎 让人倒吸一口冷气 这个青铜像双膝跪地 脸上颇有阴沟比的特征 背上长着一对微微上卷的大翅膀 双手捧抱着一个造型为长方体的盒子 如果我们细看会发现 这个青铜人像的五官分布和特征 完全不像古代中原人的面目 耳朵超出常人比例 目光深邃 鼻子高怂 最关键的还是那一对翅膀 线条支流合像是名副其实的写实罩 难道果人真的见过长着翅膀的外星人吗 至于那个造型为长方体的器具用途 也让专家们捉摸不透 从中空的那里一看 应该是为了装入某种物品 后来这个文物被专家们命名为东汉流金铜与人 说起来 这样的外星人造型文物并不是首次发现 早在1966年的陕西西安 就曾经出土了一个年代更久远的青铜羽人 只不过他缺了那个长方体一样的中空盒子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造型如此像天使的羽人 究竟是什么身份 又和山海经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看下面这幅东汉时期画像石 红圈标注的就是羽人的形象 在画像正中间端坐的其实是大名鼎鼎的西王母 边上是象征着西王母权势与神奇的神鸟 蝉除和玉土 在西王母的周围 有七个形态各异的羽人 它每一个归坐在西王母的右边 另一个则在给西王母撑着伞盖 其他人则捧着仙药和仙草 换句话说 这些羽人不过是西王母的仆人 由此可以推断羽人的形态其实相当的统一 那就是耳朵较长 长着人形体态 背后却有着一对翅膀 类似的还有这张图 这样的形态 也许很多人脑海里和我浮现的是同样的一个词汇 那就是西方世界的天使 确实在形态上 与人和天使几乎没有差异 看上去像是同一个种族下的两种称呼 其实天使并不像我们如今想象的那样的俊美 他们虽然也有翅膀 但并不是洁白的翅膀 在最早的《西伯来圣经》中 关于天使的记载其实是很怪异的 《西伯来圣经》指的是犹太教的塔纳赫 也就是犹太教的圣经 后来的基督教则称之它为旧约圣经 但事实上 两本圣经的内容几乎是一致的 我们这里就约圣经作为参照 讲一讲圣经中对天使外貌的一些表述 其实早在欧洲中世纪时期 就有好几个专门研究圣经的学者发表著作 专门对圣经中记载的天使进行分类 其中最出名的一本书 大概就是《天阶序论》 在这本书里 将广义的天使分门别类 从最高阶的赤天使到最低阶的天使 可以分类三级九等 这个天阶等级曾经在基督教中 流行了数百年之久 影响了很多人对天使的认知 直到1992年才被废除 在旧约圣经中 最高阶的天使是赤天使 这些天使其实有着很多不同的形态 长相更是十分怪异 而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就专门聊了天使的真实外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 言归正传 在天使中 集资最低的是圣灵阶级的全天使 大天使和天使 基督世界里很多人认为圣灵阶级的外观 其实就是如今通用的天使形象 像一个长着翅膀的人 那么看来西方所说的天使 其实和羽人的形象是很相近的 那么东方世界里的羽人这个词 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羽人的形象出现得很早 在屈原的处词远游中有这样一句 仍羽人于丹秋夕 刘不死之旧乡 说明早在屈原所在的战国时期 楚国就已经流传着羽人神话了 而且羽人和长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 羽人出现的时期还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 1989年 在江西新甘县发现了一座商代大墓 被称为新甘大扬州墓葬 这座商墓里同样出土了羽人形象的文物 说明商朝时期就已经有羽人了 至于羽人究竟本来长什么样 或许我们得从千古奇书《山海经》说起了 在《山海经》的海外南京记载道 羽民国是在比翼鸟国的西南方 那里的羽人长头长脸 身上长着翅膀和羽毛 不仅如此 在更为神秘的三星堆文明遗址中 我们会发现知名的神话角色巨芒 只不过它的形态和羽人有轻微的差异 世人手鸟身 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时间段里 东西方都有着对于长着翅膀的人的记载 难道真的这会是一场巧合吗 其实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看待神话 如果我们认为意识是无法完全跳脱于物质的存在 我们就容易得出以下的结论 古人不可能凭空想象出 完全不曾存在的东西 虽然这些器物如今看起来有点诡异 但或许是古人们目睹未知物种 而留下来的一种深层次的记忆 因此 那些奇怪的文物很可能是古人在看到未知物种后 留下来的写实作品 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天使究竟是源自于滑翔 还是来自于西方世界了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山海经 曾经不少人认为 山海经不过是一本玄奇之书 都是湖州之语 然而近年来的一些科学发现 却正是了山海经里面记载的许多物种 其实却有其物 因此 山海经绝不能仅以神话书来看待 而应该将其看作一本地理博物质 其实语人或者说天使 大概既不是源自于古华夏 也不是源自于西方 而是远古时期一个独立于人类文明的种族 原所建立的宇民国 曾经在古籍中记载了详细的未知 比如在近代博物质和宋代太平预览中 都记载了宇民国在距离九夷山 约四万三千里的地方 这里要圈一个重点了 那就是九夷山 九夷山位于湖南 在古代却有着神山之名 在史旧五帝本集中记载道 顺曾经南巡 驾崩于苍武之野 安葬于九夷山 连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经在九夷山记百顺 而南北朝时期的古籍金楼子中又记载道 顺时 于民献火焕布 编写这本书的人可不一般 是南朝时期梁国的梁元帝萧义 作为皇帝 他所看到的古籍肯定比如今的我们多得多 因此这个记载颇为重要 那么这个火焕布又是什么东西呢 可能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 火焕布在古代可是一种珍宝 用一种名为火鼠的一手毛皮所做成 而火鼠同样带有来头 在汉代古籍神异经中就有记载 而神异经的作者 据说是神秘莫测的汉代大学问家东方说 据神异经记载 在东南大荒中有火焰山 这里一年到头都燃烧了熊熊烈火 在火堆中生活着一种奇怪的老鼠 生来不怕火 他们在火里的毛色是红色的 而一旦离开 来到火堆外就会变成白色 曾经有人解读 与民国进贡火焕布给税 是古代文明之间的交号之举 这种说法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在远古时期 更大概率是与民国主动进贡求和才是 武帝本集记载的 顺帝南寻驾崩于苍武 却不代表他最远直到了苍武这个地方 很可能到九仪山以外更远的地方 袁能飞 按理说应该有很大的作战优势 为什么还会进贡求和呢 或许答案就在于顺这个时候的实力太强大了 据左传和九州药剂记载 顺曾经在上古时期 将龙当作宠物一样豢养 后来顺听说董夫对龙的习性很了解 就派遣他在桃丘这个地方豢养龙 所以他们被称之为豢龙使 根据这些的脉络 或许我们就可以还原出古代的一个场景 在一个如今已经消失的历史中 元族曾进攻过华夏 而顺命令部下率领 豢龙使所豢养的龙进行抵抗 最终击败了对方 元族只能从顺的南巡之地 进一步往外撤 一直撤到了九仪山以外四万三千里 后来在顺大县将至的时候 大概是放不下华夏 便将自己安葬在九仪山一带 威慑羽人族 这样也就不难解释 元或者说是天使 会在东西方的境遇遭遇不同 元族大概在古老的东方 被顺地所占摆 不仅进攻求和 其中一部分羽人还成为阶下求 成为了西王牧等华夏神明的仆从 至于羽人在入侵西方的战局如何 虽然没有得到明确记载 但从西方神话里描述来看 或许可以推测 羽人族取得了不少战果 在三阶九级的天使序列中 虽然他们没有成为最高的赤天使一级 但却瓜分了 后两级的不少位置 倒有点像西方神界编制的意味 有点像一种战局僵持下的权力分割 如今 顺地这些华夏大人物的历史变成了神话 又或者是永远消失在历史中 但华夏的大人物们 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却不能丢 那就是人定胜天 就是梦想外求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军 我们下期再见